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肥 刚才朋友打电话 说他公司的机台链捞坏了 让我过去给他修一下 另外就是他公司还有 殃命非常漂亮的主播 说要拍两个端视频 咱们现在过去吧 今天出去弄着不来的 外边太冷了手都冻吧 走到市场上买点万籽酥肉 我想说今天做个麻辣汤 暖和暖和 结果没了真多 这一个人也吃过呀 太多了 反正这麻辣汤我也没有做过呀 我得去逛上搜搜 太多了 开始开始换衣服开始 接着焦了 烯要放炒 放入冰箱 滴水 放入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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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乳水 冷凍箱 放入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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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海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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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腕子看着不赖 我还没有尝啥味的 一种散动起来 韭菜再紧 好丑 这个要落到地上了 应该要弄到桌子上了 没事 我拿个沫 好的 你不吃啊 我都在这儿呢 这么这样越多汤就得越加的越多 我这是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麻辣汤 感觉跟火锅一样 嗯 是不是像火锅 嗯 确实 火锅是蒜头吃的 这是一下能整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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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酥肉啊 再多猪五分钟的话 效果就更好了 嗯 嗯 嗯 啊 嗯 这个肉不完呢 嗯 吃完这个挺好吃的 我里头烧出来 它是萝卜馅的腕子 今天做这个麻辣烫 我感觉挺成功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叫麻辣烫 也可能叫什么炖菜吧 砂锅炖菜都可以 但是味道很好吃 因为我感觉特别好吃 说也吃的也快 很快都吃饱了 今天我感觉比广场吃饭都要饱 我再喝点水 然后一会儿出去溜个玩 小小事 今天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